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是土壤湿度感测器 土壤湿度感测器它会做成有两个尖尖的插销的部分 所以这个板子是让你把这一块 这个部分把它插到花盆的土壤里面 它就可以侦测土壤里面的水分 它的湿度 它会把湿度的讯号转换成讯号 从Ssignal这支接角传到Arduino上面 所以它的三支脚使用的方法也是很简单 V跟G一样是负责板这个模组的供电 然后S就是把讯号传出去 传入到Arduino身上的一个接角 另外一个厂牌标示虽然不一样 但是也是一样 简号就是G就是GND接地 加号就是VCC正5伏特 所以这两个一样是供电角 这个Signal就是讯号角 所以它是属于类比输入 类比输入的一个感测器模组 它的接法一样是GVS 所以你就按照GVS中红橘 中红橘的颜色把它接到Analog的输入端 比较短的这一排 我们一样示范的部分是接到A0上面 中红橘GVS 接好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接触型的感测器 土壤试入它是一个接触型的感测器 所以我们现在现场这边没有纸 所以我们用一个卫生纸 我们用一个卫生纸把它包起来 等一下可以加水了 好 那我们把环境准备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类比输入的检测的程式 其实都一样 那我们一样是先启用类比角位 启用类比角位的D0之角 刚刚接在A0当作输入 接下来我就去读取类比角位的值 读取类比角位的值 然后把它放在小猫的外观的梭里面 然后每0.1秒做一次侦测 这样子就是我们基本的检测程式 那基本上类比的检测模组的程式 大概都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Action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状况 好 现在我把刚刚包好卫生纸的这个土壤湿度感测器 把它拿到 把我们现在正在检测中 程式已经开始Run了 那所以我现在把它加点水 我从这个尾端 卫生纸上面我加点水 你会发现数字就突然就变大了 跑到100多、200多 越来越多 再加多加一点 跑到300多、400、300多了 所以你当湿度越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数字就会越大 湿度越大、数字越大 我再加一点 跑到400多 400多 再加一些 就差不多到400多 那么所以你就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检测土壤的湿度 我现在用另外两张干的卫生纸 来把它吸掉原先的水分 那刚刚压下去的同时 那是因为压在上面 压在上面会把原先湿的卫生纸 会让它做更密集的接触 所以刚压下去的那一刹那 它事实上是数字会变大的 那我看我们把水往后往下吸 你会看到它数字会慢慢的降低 慢慢的降低 因为水分慢慢被吸走了 但是不会那么快 那所以 藉由这两个插销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 当它接触土壤的时候 那个湿度 是可以 让它有感测的数字会不同的呈现 那我们现在把卫生纸拿掉 我把它擦一下 擦拭一下 那现在数字是0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 当我用手去碰 它其实是会有数字 对不对 它会有数字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拿来当作接触触摸感测器 触摸感测器 那你只要碰一边呢 也是会有 所以 你可以拿来当作类似 makemake的一个触摸感测器